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晨晨老師 我現在要跟同學介紹的這個考試是 郵政公司的經紀人員的招考 一般同學在準備公職考試也好 或是國營事業的考試也好 常常會聽到有人說要考郵局的考試 因為現在所有的 以考試取得工作的這種方式 所有考試裡面它的難度最低的 應該是郵局的考試 為什麼 因為郵局的考試現在 考的都是以選擇題為主 所以尤其是外型的郵務士 它的考試經過了去年的 跟今年的兩次的變革之後 考試的方式難度大幅的降低 以前考外型的郵務士 除了要考國文還要考英文 還要考企業管理大義 還要考郵政法規 現在英文不考了 減輕了很多人的負擔 很多人認為郵局考試要考英文太累了 所以就有所卻步 現在英文取消了 那氣管也取消了 也不考氣管了 考地理的常識 那在今年跟去年又有一個變動 那從去年開始 郵局的考試在郵政法規 也變動了它的考試的範圍 從原本考郵政法、郵件處理規則、郵務營業規章 總共考60個題目 105年開始 他把郵件處理規則跟郵域營業規章拿掉 他認為這個是將來進到郵政公司 在教育訓練就可以 所以他保留了郵政法 改考交通安全的常識 那考了三個法律 第一個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那這個是比較法條比較多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三個是道路安全這個事故處理辦法 這三個法律 其實就是我們以前在學 考這個汽車駕照的時候 所要學的這種交通常識 所以對一個要考郵局的考生來講 考郵政法是比較陌生 但是考交通安全知識 相對就比較簡單 加上考國文跟地理 這時候都是小時候 我們在小學中學學過的課程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今年的郵務室的考試 它的難度應該是相對是最低的 再加上我們的考試 在方式上都以選擇題為主 單選題 尤其是郵政法規 它五十題全選擇 那每一個題目都來自於法條 所以相對來講是比較單純的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本書籍 是最新編的郵局外勤的考試 這一本書的特色就是我們把法律條文 跟考題做一個結合 結合之後讓同學可以掌握到 考試的整個重點的掌握 只要是條文有測驗的部分 我們就在條文下面直接做一些說明跟解析 直接把立切式題帶到條文下面 從郵政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 它的立切式題我們都幫同學整理好了 再加上我們的考試會幫同學做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郵政法規總共分四個單元 在去年變革考試之後 郵政法考二十題 那從郵政法第一條到四十九條 中間有三條一條 四十八個條文裡面抽出二十個條文來做測驗 第二個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他考二十個這個 在後面那個道路交通安全知識的部分 他有三十個題目 其中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考十五題 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考十題 那事故處理辦法考五題 而且這些題目我們幫同學統計整理過 考數字題的部分 考法則 考幾日 幾公尺 這一種的題目佔了比例相當的高 所以針對同學在準備這個考試 可以做一些有計畫的閱讀 我們的這本書籍最大的好處是 秉除了這些繁瑣的資訊 只要不會考的資訊我們全部排除 用最精簡的方式 以條文跟題目來做結合 然後題目裡面的重點 我們都會在最後再做一個課本 後面每一個單元就有一個重點提示 針對你學過的法條跟題目 最後要考前要整理的重點 你也不用再寫筆記了 我們就把那個筆記的部分 幫同學整理好 所以你最後背完我們的重點整理之後 再去做歷屆試題的考卷就好 我們後面也有附歷屆試題的解析 讓同學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整份考卷在過去的這種測驗的方式 只是因為外勤的考試 在104年以前 它能用的考題都只剩下郵政法的部分 郵件處理規則跟郵務業規則 我們就把它排除 我們不會再放到課程的書籍的裡面來 另外那些特別的規定 不管是郵局網路上的一些公告 還是其他的這種郵務的執法 我們也不放因為那個都不會考 所以郵政法就從48個條文裡面 出20個題目 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的相關的常識 考30題 從三部法律依照比例來出題 將來同學在研讀這本課本的時候 你可以循序漸進 從最前面的法條的閱讀 在後面題目的練習以及重點的掌握 最後我們幫同學做一個重點整理 然後後面也有歷屆試題 讓同學來加強練習 但是因為道路交通安全的相關的這種題目 考古題比較少 所以同學要在考前針對我們提示的這些重點 尤其是數字的部分要加強記憶 不管是法則也好 不管是條文裡面的一些文字數字應該記憶的部分 同學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快速有效的方式 來達到學習的效果 所以去年我們有很多同學 不管是閱讀課本或是上課 念的那個教材的講義 在三個月之內他就可以快速上榜 而且有好多個同學分數都是在90分以上 去年我有幾個同學在台中或高雄的考生 他考郵政法規是考滿分100分 那你問他說你為什麼可以考100分 他的答案只有一個叫勤學苦練 勤學就是認真的去研讀課本的教材 或是我們這個書籍裡面的內容 然後苦練就是要多做考古題 不管是國文也好 將來要考的地理也好或是郵政法規 都是以考古題的練習為主 你多加練習 然後要非常小心仔細的去注意它的重點 最後到考試當天考試券發下來 每一個題目在問題跟選項上都要圈重點 然後排除錯誤選擇正確 我們的考試要求的是正確度高低與否 你懂得多沒有用 你要錯的少 錯的少分數高就會上榜 那再加上郵局的考試還有三關 他除了筆試以外 還有體能測驗還有口試 所以同學在筆試的部分 應該要用最少的時間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做學習 所以我們這本課本就用這個方式在做編輯 也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這樣的書籍的研讀 能夠在第一關就可以順利上榜 那後面體能的訓練就平常要養成 最後是口試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訓練 跟家人做一些角色扮演 自我介紹或是一些問題的回答 如果同學有心要擔任郵政公司的服務人員 想要當一個綠衣天使到處去送信 幫別人傳遞這些訊息 郵件 那你在考試的部分 我們這本書籍解決了你郵政法規在學習上的困難 可以讓你用最輕鬆最有效率的方式 用最短的時間來達到這個最高分數的一個目標 那以上是我們對這個考試跟書籍的介紹 希望透過這樣的說明 可以讓同學對整個書籍的這樣的一個運用也好 對考試的準備有更清楚的資訊 那我的這個說明到這邊 希望同學今年都可以金榜提米 順利的如願進入郵政公司服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